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去避免装饰公司的恶意增向 这个问题很多装修过的业主一定都非常困惑 因为谁也不愿意在装修过程中平白无故的增加一万块钱,两万块钱 甚至几百块钱都会让很多人感觉很讨厌 那么怎么避免呢?大崔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第一个,先圈一个有用,闭口合同 这一点适合于很多型的业主 尤其是一些小平米半包装修的业主 因为闭口合同的意思就是大家谁也别再要钱了 咱们就按照合同来走 五万块钱的活就五万块钱最终结账 这就叫闭口合同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认识的责向 你装文作为装修公司 你把所要想的项目一定要想全 我作为业主把我可能的变化也想全 大家按图施工就完事了 这种非常适合一些小平米的房子 大多数的半包都可以这样做 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能钱闭口合同 当然更好 第二个,低价格 有一些增强并不是说你不能避免的 是你愿意去做的 因为你们在做装修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三家两家 这样去比较之后 很多的业主会选择最低的那一家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装修报价 工程量都一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相差价格比较多的话 肯定会是有毛底的 比如说相差在五千块钱左右 这样的一个差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些人报价稍微高一点 有些人报价稍微低一点 这很正常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差到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那么低的那个也要挣钱 也要活着 那么它肯定是有增向的 不一定说高的那个就一定好 如果说相差特不多的话 低的那个你要是想避免这个增向 低的那个肯定是做不到的 第三个了 刚才说的这个尽量的就是在比较报价的时候 不要完全相信这个最低价格 第二第三个就是套餐式装修公司 增向往往套餐式装修公司能够占到八成左右 因为他们都是格式化的 比如说他的这个套餐里面 八九九一平米给您做装修 那么他可能就包的是一个卫生间 但是您家有两个人间 并且您的卫生间还比较大 那么他核算成本的时候就感觉不行 我吃亏了 我肯定会在后期的时候增加一些项目 并且增加的这个东西 他的单值 那单价也会很高 这就是家乡的主要原因 最后一个就是水电 水电呢 如果说你是百十平米的房子 一般情况下 你把你的改动方式 把你用什么样的燃气热水器 大概的说一说 基本上水电呢 作为我们成熟的一个装修公司 装修的话 是可以给你完全 暴死的 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富士 平米数比较大 并且改动比较多 这种情况呢 一般的情况下 我这块从保险的起见 我也是 签到这个 就是说按照 你去量 这样的可能 但是您 前提是您房子比较大 改动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 小平米我们直接可以做到暴死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看您具体的一个操作 记住了没有 一共四点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第一个呢 是闭口合同 第二个呢 尽量不要选那种超低价格的 一定会有坑 第三个就是套餐公司 是谨慎要选择的 第四个 就是水电这块 特别注意一下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阿崔 我是陆东兄 我们一个期见